欢迎大家收看华尔街新闻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2024年是选举年 这对民主构成威胁 苏纳克为卢旺达观点辩护 英国经济正在恢复 英国星期日简报 VanFast将在泰尼尔纳德邦投资20亿美元 在印度建设电动汽车工厂 华尔街日报称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吸毒 令特斯拉、SpaceX领导人感到担忧 本田汽车计划在加拿大投资140亿加元 建设电动汽车工厂 日经新闻 请大家收看 2024年是选举年 这对民主构成威胁 彭博社 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和不可识别 例如英国脱欧、唐纳德、特朗普当选 和极端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 正在重新定义政治格局 2016年 世界相对和平 反恐战争逐渐结束 中国被视为贸易伙伴 然而 随后特朗普当选 俄罗斯的选举干预 英国脱欧和其他地缘政治事件颠覆了现状 即将到来的一年将举行重大选举 全球范围内极端主义政党崛起 引发对民主未来的担忧 自由民主国家与威权政权之间的斗争变得更加明显 伊朗、俄罗斯、中国和朝鲜有可能联合对抗美国 战争威胁和美国在全球舞台上地位的潜在削弱 可能导致世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尽管仍然可以想象出一个乐观的情景 但最坏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在近年来显著增加 苏纳克为卢旺达观点辩护 英国经济正在恢复 英国星期日简报 彭博社 在一架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新飞机的机身部分 在飞行中暴力后 波音737 MAX-9的停飞速度加快 美国、土耳其和巴拿马的航空公司 已经将该机型停飞 尽管欧洲航空安全局表示 没有任何成员国运营该飞机 英国也没有注册737-9 MAX飞机 通胀已经下降到英国央行2%的目标以下 可能为央行降低利率打开了大门 VanFast将在泰尼尔纳德邦投资20亿美元 在印度建设电动汽车工厂 金融时报 越南电动汽车EV制造商VanFast计划 在印度投资高达20亿美元的生产工厂 这家位于泰尼尔纳德邦的工厂 将有能力生产15万辆汽车 并将于今年晚些时候 在图图基地建成 VanFast去年亏损14亿美元 但创始人范日旺表示 他希望这个工厂能成为一个 一流的EV生产中心 华尔街日报称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吸毒 令特斯拉、SpaceX领导人感到担忧 彭博社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据报道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经营的公司的高管 和董事会成员担心他的吸毒行为 目击者和知情人士表示 马斯克使用了迷幻药、可卡因、摇头丸、 迷幻蘑菠和绿岸酮 他的吸毒行为仍在继续并不断升级 马斯克在2018年公开使用大马 导致五角大楼对他的联邦安全许可进行了审查 马斯克回应了这份报告 称他已经接受了三年的随机药物测试 没有发现毒品或酒精 本田汽车计划在加拿大投资140亿加元 建设电动汽车工厂 瑞金新闻 彭博社 据报道 本田公司正在考虑 在加拿大建设一座电动汽车伊利工厂 投资高达140亿美元 据说该公司正在考察几个地点 包括安大略省一家现有汽车工厂旁边的地方 预计本田公司将在年底前做出决定 新工厂有望在2028年投入使用 该项目还可能包括自家电池的生产 如果计划顺利进行 这将是本田在北美的第二座伊利工厂 穿越日本地震灾区的零点旅行 雅湖 日本的渔村轮岛在一次7.6级地震中被摧毁 地震导致电线倒塌 市场中的大部分200家木制商店和房屋倒塌 随后一场大火蔓延 将这个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的市场化为一堆灰烬 烧焦的木头和扭曲的金属 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投资者对降息如此乐观的原因 CNN 据报道 华尔街对美联储可能在三月份开始降息持乐观态度 然而 美联储官员并不那么乐观 他们预测今年只会降息三次 仅为市场预期的一半 美联储官员表示 通胀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不确定是否能达到2%的目标 他们还认为 在降息之前 仍有很多通胀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考虑 此外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经济可能已经经历了软着陆 即通胀放缓 而失业率没有大幅上升 美国经济在12月份增加了21.6万个就业岗位 失业率保持在3.7% 显示经济并未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陷入衰退 然而 市场可能正在经历现实的检验 因为12月份的就业报告 降低了人们对近期降息的预期 听取沃伦巴菲特的建议 除非通过了这个测试 否则不要在2024年购买任何股票 雅虎 根据Modley Fool的一篇专栏文章 投资者应该听取沃伦巴菲特的建议 在2024年不购买任何股票 除非他们通过了一个两步测试 投资者首先应该确定 是否能够合理估计未来五年或更长时间的盈利范围 如果是这样 他们应该在股票价格与估计盈利范围的下限相比较时 购买该股票 前提是价格合理 作者建议 第二货盾和Meta平台可能会通过这个测试 美国停飞了波音737 MAX客机 其他航空公司和监管机构 有哪些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南华早报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 在一架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波音737-9 MAX飞机 于1月5日发生暴胎 并在机身上留下一个洞后 暂时停飞了一些该型号飞机 此举影响了全球171架飞机 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实施了检查 联合航空是受影响飞机的最大运营商 已暂时停飞了全部79架飞机 而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则停飞了全部65架飞机 更新一印度泰米尔纳德邦 以44亿美元与塔塔、和硕等投资者达成交易 雅虎 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周日表示 已与苹果供应商塔塔电子 Totai Electronics、和硕、Pokatron 以及汽车巨头现代汽车 Hyundai Motors等公司签署了价值超过43.9亿美元的投资协议 金巴布韦可能暂停限制非正式贸易和提高增值税的计划 彭博社 根据金巴布韦工业联合会CCI的说法 金巴布韦可能会暂停最近的一项举措 该举措要求企业从符合税务要求和持有许可证的实体购买商品 这项措施于1月1日生效 旨在剔除中间商 并确保企业从注册组织购买商品 然而 CCI首席执行官Sekai Kovarika表示 政府已经在继续讨论该问题的同时 对新规定提供了缓期执行 CCI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会议还提出了其他问题 包括市场准入 金巴布韦对饮料征收的糖税以及正式企业的汇率10%的利润率 印度尼西亚查获一辆装有200只狗的卡车 这些狗被用于屠宰和人类食用 南华早报 一辆载有200多只狗的卡车被印尼警方拦截 这些狗原本要被送往屠宰场 该车辆在爪瓦岛的Semangang是被拦下 狗被发现腿和嘴都被捆绑 卡车上的5名成员被逮捕 可能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 反对食用狗肉的活动人士在印尼取得了一些进展 一些城市已经实施了当地禁令来禁止这种贸易 这些狗原本要被送往苏拉卡尔塔 它们的肉将在西爪哇地区销售 世界正在背叛阿富汗妇女 通过合法化塔利班 南华早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关于阿富汗独立评估的决议 其中提出了将阿富汗纳入国际社会的建议 决议包括塔利班必须允许阿富汗妇女参与和领导任何重新融入的规定 由于塔利班在人权方面的记录最差 并对妇女持敌对态度 该决议表明国际社会将与塔利班接触 条件是它改善对妇女的待遇 许多国家已经开始与塔利班接触 引发了人权被降低优先级的担忧 日本执政党议员因丑闻被逮捕 此丑闻已严重影响首相的支持率 南华早报 日本议员池田家校因涉嫌与一起政治筹款丑闻有关被逮捕 该丑闻震动了执政的自由民主党LDP 据称 池田在五年时间内收受了4826万日元39.6万美元 但未在政治筹款报告中申报 此前 该党的几位高级政治家已经辞职 这起丑闻是几十年来对LDP影响最大的一起 也损害了首相岸田文雄的声望 10%的世界为2024年带来一线希望 彭博社 10%的世界是一个乐观的情景 设想了2024年可能发生了几个积极的发展 他认为 在西方国家经历了民粹主义之后 选民们已经意识到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无法兑现承诺 比他们批评的领导人更糟糕 这可能导致英国 希腊和波兰等国回归中间派政治 在美国 人们希望出现一个不叫特朗普或拜登的总统 这可能导致一个更加有效的政治体系 中东地区也有可能取得进展 以色列的领导层发生变化 目前的哈马斯领导层被撤换 可能与温和的巴勒斯坦人达成协议 最后 世界上的一个独裁政权崩溃的可能性被认为是10% 因为强人政权往往是脆弱的 容易崩溃 虽然10%的世界是一个乐观的情景 但人们承认这些积极的发展不太可能发生 比2016年的民粹主义胜利更不太可能 然而 希望在2024年会出现一个令人惊喜和积极的一年 取得一些成就 比如美国选出第一位女总统 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背负法律后果 美中两国修复经济关系 以及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中取得进展 人们承认这些结果不太可能发生 但仍然存在2024年会发生好事的可能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定期见到的观察员 今天的新闻有关选几年的威胁 波音飞机停飞 汽车工厂投资 埃隆 马斯克的吸毒问题 地震灾区的旅行 降息的乐观情绪 沃伦 巴菲特的建议 波音737 MAX客机停飞 金巴布韦的贸易政策 印尼狗肉贸易 阿富汗妇女权益 日本的政治丑闻 以及10%的世界带来的希望 总的来说 2024年是一个选举年 这对民主构成了威胁 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不可预测 和不可识别的事件 如英国脱欧 特朗普当选 和极端民粹主义 政党的崛起 这些事件正在重新定义政治格局 全球各地都在举行重大选举 极端主义政党的崛起 引发了对民主未来的担忧 与此同时 波音737 MAX9的停飞 汽车工厂的投资 马斯克的吸毒问题 地震灾区的旅行 以及其他新闻 都给我们带来了许多话题 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波音737 MAX9的停飞 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关注和检查 这是一个严重的安全事件 需要我们对航空安全保持高度警惕 同时 汽车工厂的投资显示出电动汽车市场的潜力和增长空间 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发展 也为环保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另外 马斯克的吸毒问题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但我们也要看到他的公司 在创新和科技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地缘政治方面 我们看到了对津巴布韦贸易政策的一些调整和修正 这可能会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 此外 阿富汗妇女的权益问题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讨论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关注和支持的一题 最后 我们来看看10%的世界带来的希望 虽然这只是一个乐观的情景 但我们仍然希望2024年能够有一些积极的发展 无论是选出第一位女总统 还是修复美中经济关系 或者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中取得进展 这些都是我们期待的结果 在《接触语》中 我想问问各位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对于这些新闻和分析 你有什么看法和问题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